继续挑战臭宝们寄什么花就给它养什么花 来自于广东的一位花友寄来一个勤业荣 说是半年不长了 先看看什么样吧 先开箱 你说广东 广东的臭宝你们勤业荣都可以定栽啊 在室外 是吧 广东这个地区是一个开挂的地区 对于我们养花的来说呢 这是不公平 你为什么要生在广东 那么好的气候条件 为什么不让我也生在广东 那天有的话友说 老外一你入罪过来呀 我入罪过去干嘛 我有媳妇了 隔十年前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半年不长 他应该跟我学的 你看捡过一次头 然后呢 准备要做棒棒肠的感觉 是吧 看看吧 只要是不长啊 一般都是盆土里面出问题 你知道他这个为什么不长吗 我先考考你 我考考你他为什么不长 你看盆也是呢 他为什么不长你知道吗 水大 你猜水大的就烂根了 考考你 你猜 而且这个盆我感觉不通风 不还行 你看你就又又忙去了吧 再给大家说一个什么知识点了 等到一般咱们家庭里面养花 等到这个根系长满盆以后 就要换一个大一号的盆了 要不然的话他也会浆苗 他没地方施展 对吧 好了 这个臭宝寄过来以后 这个很简单啊 也就是话说 浆苗了怎么办 浆苗了不用办 找一个大一号的花瓶 直接用土种上就行了 这是极限了 就不能在这个 比这个花瓶再大了 你知道吧 就极限了 再大的话就太大了 好吧 这个臭宝来的这个 他是用了一些个小石头 垫了个底 我给他用上吧 用不上了 宝你也看到了 我不是不用 他用不上了 好 接下来呢 咱们把这个 他这点石头 给他倒土里吧 一样 其实有很多的话 老花瓶你家的土有点贵 我能掺点什么吗 我建议大家 你就掺点沙子之类的东西就行了 把这个大块的 给他放到底下 防止积水烂根 这臭宝姜苗 他那姜苗就因为啥呢 就是因为这个盆里边水肥不济 导致的营养不良的姜苗 他这个很简单 咱手里边 我跟你说一个月就长好几片叶 撒点底肥 散生底土 撒点底肥 散生底土 埋的时候不要太深 在养化的时候不要太深 你看这个平面 到时候加土的时候也不要把这个埋得太深就好了 放正 加土 很多花瓶问老花瓶什么时候该换盆 我一直直播的时候也好 包括拍视频的时候跟大家说也好 就是等盆土的根系长满了 大家就可以换盆了 好多的话他就不换就不换 这个呢就是因为盆子太小导致的姜苗 有的话我会说老花瓶在你们大棚里面怎么那个小盆 它还会长得那么大 为什么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用这种小盆 他说姜苗就姜苗呢 因为棚里面的湿度相对说来来说呢 它是比较高的 它的一个根系它会长到外面 它从空气里面去吸收水分和养分 还有一个呢 你给它惹几眼了 它可以从枝条上面去吸收大量的水分 再有一个呢 我们偶尔也会喷洒一些叶面肥 而且叶子呢也会去吸收一些水分 还有养分的 所以说呢 跟咱们家庭养花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事情 做好了没完日了 胶边吐水放在那正常养着就行了 这个花瓶这个呢 估计有上一两个月吧 一两个月就可以很饱满了 差不多到一两个月 五一 现在是四月二号了吧 五一后边吧 五一二份就给它寄回去 这就长得很旺了 就很旺帅了 一边吐水什么都不用 什么都不用 就浇边吐水就行了 什么都不用了 希望花瓶遇到类似的情况呢 该换盆的要换盆 有的话我还说不知道怎么换盆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任意一盆花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根系 就比方说咱们这种 你打开看看 像这种根系长满了 就必须该换盆的 如果不换 时间长了就降标 您跟棚里边不一样 好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想要寄养花的错保 可以往回寄了 然后寄养是免费的 来回的运费需要自理 详细的联系我们后台 您别乱寄 到时候在班道上出点啥 咱也不好说 是吧 养死了不赔 养好了也不要钱 来回运费自己出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来吧